在座新加坡的嘉宾 以及爱多美的会员伙伴们 大家下午好 现在是转台了 刚刚是英文的 现在是华语的 我想来到新加坡 非常地开心 为什么 因为全亚洲地区的民众 都非常非常地羡慕新加坡 是一个完完全全国际化的城市 当然爱多美国际平台 很快的时间 在三四年前就来到新加坡 那我想进入这个主题之前 先感谢我们地区的总经理 Windy经理 以及我们新加坡的工作同仁 我看新加坡的课程挺密集的嘛 也表示新加坡的市场 这个很火热 那当然有我们各区的leader 我相信爱多美国际的国际事业平台 在新加坡会越来越好 给自己一个鼓励的掌声 事实上爱多美很简单 也是很容易 因为是民生必须贶费品 家家户人人每天都必须要用的消耗品 消费品 爱多美要经营的话 一点都不难 难的是什么 难的是你不愿意开口去跟别人说 就是这么一点 爱多美只要你肯开口 保证生意做不完 这个生意我们不赚朋友的钱 因为爱多美是零元投入 当然就完全零风险 当然运用你零碎的时间 就可以成就爱多美国际事业 那这个国际事业 就会让你拥有百年的 事业传承的机会 百年喔 当然也有机会让你拥有 百万的收入 不管新币 台币 美金 马币都OK 只要百万就开心 对不对 在座朋友 很重要 最最重要的是什么 百亿的市场 在座朋友 刷牙 洗脸 洗澡 洗头 洗涕板 营养保健 美容保养等等之类的 竟然可以搞那么大 真的 因为我们知道 全世界最富有的家族 在座朋友 就是美国欧尔玛家族 他的财处 财富远比第一首富大太多了 那当然他们是兄弟姐妹分家 所以说如果把兄弟姐妹的财富 都相加起来 远远超过世界首富 那他们会什么 做什么 民生必需贫 民生消耗贫 所以说在座的男士朋友们 男人 我也是男人嘛 都喜欢搞大的 喜欢看远的 今天来对的地方 不要想说爱多美 瓶瓶罐罐 涂涂磨磨 女人的事业 我大男人要搞大的 那到底要做到什么时候 因为你想做大就是要眼光放远 爱多美 如果这些百来种产品 怎么可能百亿 怎么可能百年 怎么可能百万收入 当然不可能 但是我们有一个诺贝尔奖的董事长 创办人 普汉级 朴汉级 董事长 因为前两个礼拜 我也到韩国总公司 接受领袖俱乐部的邀请去参访 我们的创办人 董事长说 爱多美公司是前所未有的公司 十年前一无所有 十年后的今天 应有尽有一无所缺 而且创造了所谓的革命性的一个平台 所以说真的 我们今天接触爱多美 探讨爱多美 来了解爱多美 真的都是有福气 而且有福报的人 在座的朋友 你说是吗 要不要给自己一个 鼓励掌声一下 好 看到这张图片 在座的朋友 这个是好像五六零年代 我就是这个年代 你们看到那个六块鸡的我 在座的朋友 现在被一块鸡 我出生在 南台湾 屏东 乡下 我们这边称的 甘邦 乡下的农家子弟 事实上 我们知道 南台湾的屏东天气 不会输给新马地区 也是非常毒辣的 从我家乡划船过去 到菲律宾也不过半个小时而已 非常的严酷 我小时候晒的跟黑猴子 没有两样 可以看得出来 非常的调皮 农家子弟 吃米饭温饱 没有问题 但是 因为 六零年代 事实上 七零年代 在台湾 事实上是非常 困苦的环境 尤其我在南台湾的屏东 我跟大家报告 爱多美事业 是倍增事业 是吗 是倍增事业 我人生第一个倍增的观念 哪里来呢 跟大家报告 有一次 这真的是我小时候生活的写照 照片没有出来 为什么 有一次我牵着我家的那个牛 我养牛养到毒国中 国中的时候还喷农药 台湾农产品真的很兴盛 农药下的很多 喷农药 喷到我口吐白沫中毒 我心想完了完了 我陈建宗要死了 我最担心的是什么 我还没娶婆 还没结婚 小时候我就想这 还没传承 对不对 陈家的血脉 还好 邻居那个蜜衣 叫蒙古大夫 没有执照的 两针下去 活过来了 很感念 牵着我家的牛 要去吃草 那个母牛很奇怪 肚子大大的就不出门 牛没有养我会被打 所以说我小时候 常常阿嬷 竹笋炒肉丝 两条腿都是 我爸爸年轻 因为不喜欢种田 田是蛮多的 他想上班 我们说做工 他就去外地了 把我一个长子 丢给阿公阿嬷 去抚养 每天他们种田 养牛 抓青蛙 钓鱼 不读书的 都打赤脚的 这牛要牵出去养草 竟然不出去 硬硬被我拖得出去 结果 当然就傍晚的时候 两三个小时 牛在吃草 我也没有在管 所以说食堂去吃别人的稻米 那个稻苗 我也搞不清楚 结果 等我去牵牛的时候 我在外面玩 变两只牛出来 母牛生小牛出来 我牵回去 阿公阿嬷很赞赏 说哇 你看这 乖孙子还不错 一头牛出去 还两条牛回来 这个就是我小时候 倍增的观念 真的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竟然一头牛出去 两条牛回来 所以说 我跟大家报告 我应该可以讲说很幸运 读中学的时候 18 9岁就接触到了M位 安位的那一家公司 安位 那是我们那个大师的同学 马来西亚 那个下线下线下线的 无限带的下线 在那边我又再次得到的一个叫做 如何倍增分店 如何倍增时间 富人的基本条件 一个乡下小孩 对不对 如何去倍增时间 如何倍增分店 做生意不是要资金吗 对不对 不是要知识 学识 尝试 还要胆识 对不对 才有办法做生意 你没有学识 没有知识 没有尝识 没有胆识 你怎么做生意 那不可能 所以说乡下小孩 只能选择什么 第一个当警察 我听说当警察还挺危险的 还要配枪面对歹徒 那我当兵好了 因为两岸虽然草草争争 但是感觉无战事 我就去投考军校了 也搞不清楚 到台北我就习惯 北台湾的生活 因为比较凉爽一点 不像台湾 那个太阳真的是会咬人肉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A公司刚刚讲安慰的那一家 反正就有一搭没一搭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真的学到一些东西 那最大的付出呢 就是什么 上课都要钱 从30块台币50块 100块200 300 500不等 像这种会议 没有两三百块 你是进不来的 爱多美这家公司 跟过去以往都不同 因为公司不要你的钱 所以说爱多美公司说什么 超越顾客的感动 让顾客成功的试验 这个就是爱多美公司 所以说在座的伙伴 还没加入的好朋友们 真的 你要好好来了解 这个机会到底是什么 这个机会到底是什么 当然新加坡现在的状况 比台湾优异很多 常言道 富有者就会想到什么 安逸生活嘛 对不对 有钱就想过好日子嘛 那贫穷者就会想到什么 奋花图强 不是吗 比较正面积极的 我是这样子 我不晓得别人是怎么样 在座的朋友 什么叫安逸者 什么叫 生佛富有 这个每一个人心中有一把尺 但是我要提醒 真正觉得自己富有者 你要去想象 当你不工作的时候 请问还有收入 远远不绝进来吗 重点是 今天的优势 不代表永远的盛事 今天的优势 不代表永远的盛事 所以说人真的要 未雨绸缪 人真的是要 全方位的去做考量 重点是 你会活很久 就叫医学发达 医学发达 对不对 让你寿终正寝没有问题 但是长生不老还没办法 寿终正寝没问题 长生不老还没办法 所以说活很久 少说一百年 一百二十年 甚至一百五十年 都有机会 所以说经济基础是绝对的 那今天大家来探导爱多美 这个机会 真的是来对的地方 那我一个乡下小孩 孤身到台湾的北部 台北 东闯闯西跑跑 其实的Moto 台湾Moto也是吓死人了 跟越南差不多 骑的Moto到处去听课 听讲座 人海茫茫 到处都是车子 怎么没有一部车子是我的 到处台北房子密密麻麻了 怎么没有一间房子是我的 我实际上在思考 这个有可能是什么 穷则奋发图强的意志 所以说真的 人要成功 要拥有 保有 好奇心 那这样子 就东跑跑 西跑跑 那当然 早年 学生时代有 那家安慰的 那家公司的 一些 一些倍增市场的理念 所以说 我觉得 真的 要快速的 一个累积财富 应该不是靠你 一个人的 能力跟本事 去赚钱 养家糊口 应该 应该 可以透过 富人的想法 做法 跟观念 来做所谓的 接触倍增的平台 在座的 新加坡的 好朋友们 我们知道 倍增市场 在亚洲 在全世界各地 基本上 大家都不陌生 重点是 负面的 大于什么 正面 因为过去 以往大家都不懂 那这个世界 就是很可怕 坏人就会吃 想吃掉好人 这个没办法 坏人就想吃掉 好人 因为吃习惯了 赚习惯了 他也放不下 过去以往 的船直销 对不对 将近五六十年 东南亚地区 也四五十年了 非常久的一段时间了 那几十年来 这个都是 大家的习惯 大家的习惯 我也是跟大家一样 第一次 我的推荐人告诉我 爱多美 我说是 多美爱是不是 是来自韩国的公司 韩国在全世界 又没有成功的经验 尤其在台湾 也无声无喜 那我也不能接受 所以我的推荐人 他在马来西亚 开餐厅 连续跟我追踪 沟通了大半年 很有耐性 在座的伙伴们 好朋友们 你是别人推荐来的 你也是推荐别人而来的 所以说推荐人要很有耐性 很有耐性 你看 经过半年时间的 持续不断的推荐 跟进我这边 我现在每一天 我的总业绩的贡献 超过五六千万的业绩 五六千万积分的业绩 在座的朋友 五六千万积分的业绩 这个不是我的本事跟能耐 我一年也是跟大家一样 订几次货 在座的乡亲 来跟我一样 有没有一年 个人订很多次的 我相信你封顶了 240万分的 基本上是 不会订了 所以说台湾 马来西亚 新加坡都一样 一年个人只订一次货 只订一次货 所以爱托美根本是 完全零风险的 一个什么 行销体制 我们这个机会 跟这个机构 真的是在改变历史 真的 也是在创造历史 所以我推荐了很积极的 跟进了我大半年 后来他怎么把我搞定呢 在座朋友 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怎么样 第一个 见面三分情 他亲自跑到我家来 更厉害的是 找两个我不认识的 因为认识很熟 你讲什么我都知道 对不对 又是跟我同年龄 同学 卖贡 不用讲了 不用讲了 找两个不认识的 人都这样子 我们华人 对不对 礼义廉耻 别人来就有点礼貌 总是会听一下 不小心就听进去了 在座朋友 我跟大家报告 一次性正确的选择 好比千百万次的努力 对吗 会员伙伴们 跟我讲一次好吗 会员伙伴跟我讲一次 一次性的努力 好比千万次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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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 在座朋友 一次性正确的选择 爱多美 好比你在外面 百千万次的努力 真的 因为短暂的 辛苦 因为短暂的挫折 这个都是短时间的 因为成功是几辈子 在爱多美 很棒 我们领导人回答得很大声 真的是三辈子 做事业 不要说做事业 上班 做工 会不会困难 会不会有问题 会不会有状况 会不会有同事不好相处 好像我就是最不好相处 那个 上班 工作都有不好相处的 环境跟人事物 相信你来推广 投入爱多美 可能也有这种状况 但是那都是短暂的 都是短暂的 爱多美跟外面最大的不同 是找人没钱赚 在座的会员伙伴们 找三个五个十个 请问有钱赚吗 分享产品 基本上也没有差价 哪有去超商超市 买完东西 卖给邻居 要赚他钱的 在座朋友有吗 为什么大家还坐在这里 全世界 一千 将近一千四百万的 注册会员 注册的会员 中国大陆 大家期不期待 越南市场 期不期待 那大家找人没钱赚 分享产品没差价 为什么大家还那么期待 这个就是新伙伴 你要深深研究 了解 探讨这个百年 难得 大商机 到底是什么 在座朋友 真的 真的 当你了解爱多美之后 你会跟我们这些 领导者一样 每天睡不着 当你不了解 不清楚 不明白 永远睡不醒 就很可惜 很可惜 我讲话都讲不出来 睡不着 比较好 还是 睡不醒 比较好 当然睡不着 比较好 对不对 一个月领六次的薪水 一个月领六次的奖金 在座朋友 很开心 所以说 在这样的契机 真的值得我们 刚投入 或是即将参与的伙伴 好好下功夫来了解 什么是爱多美 一个真正百年 难得 大商机 从这张图表上 请大家参考一下 这个我们的会员朋友 搞不好是新加坡会员做的 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档案 这不是我做的 我觉得太有才了 是谁做的 可以举手一下吗 当场赞扬你一下 送你神秘小礼物 在座朋友 你可以看到 传统的通路 就是层层剥削 层层剥削 因为几百年来都是如此 厂商壮惯了 不可能跟消费者来共享 爱多美这个平台 就是什么 就是工厂 直接透过爱多美 这个国际消费的平台 爱多美在大韩民国 它的人事费用 是所有企业中最低的 超过人事费用最低 低过于LG 低过于Samsung 它人事费用控款的非常好 因为我们有一个 诺贝尔级的创办人 董事长 所以说将生活形态的连结 消费者找到新趋势 我们知道全世界唯一不变的 就是时时刻刻在改变 真的 时时刻刻在改变 所以说我们该追求的 不是工作时能赚多少钱 而是不工作的时候 还可以累积财富 所以说别人在滑手机 你也在看简讯 但是我们爱多美 你只要每一天 台湾跟新加坡差不多 11点前看一下业绩 基本上就很好睡觉 很好睡觉就是躺着也在赚钱 真的躺着也在赚钱 为什么 因为美国加拿大业绩 澳洲 对不对 都有时差 他们下订单 我们就是全球一张网的一个连线 你就很快 很快会累积你的点数 进而有奖金 那讲到事业的机会跟平台 那真正你就要了解金钱背后的故事 金钱背后的故事 在座朋友 大多数老板独有 爱多美这个国际事业平台 为什么我们创办人 董事长 可以在美国财新杂志 跟这些世界名人平起平坐 就是我们的创办人 有一颗珍爱灵魂的心境 来让所有消费者 超越他满意的 一个前瞻性的做法 所以说爱多美 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 创造出那么多优质的会员 董事长的信念很简单 就是希望 贫穷人可以远离贫穷 那这一次两个礼拜前 我们去韩国参加领袖会议 哇 这个照相机照不下 上一次去两百多人 这一次三四百人 挤得满满满 要看到我的容易吗 有看到吗 没看到是正常 有看到等一下 给我们拿神秘小礼物 赶快转掉 因为礼物贷太少了 开玩笑 爱多美公司 真的 从有没有 董事长 在座朋友 不晓得没有听我讲过 还是听其他领袖讲过 公司的第一次研导会 去了几个人 十年前 十七个人 听说去了 二十几个人 那董事长呢 董事长很兴奋 哇 第一次说明会 就像研导会 就爱多美的文化 很兴奋就在 白板写 爱多美未来如何如何这样子 那每当董事长回头 就跑掉一些人 每次当董事长回头 就跑掉一堆人 我说那十七个人 没有跑掉的 是什么原因 你知道吗 是因为留下来吃便当的 因为没地方去了 只能在这边听六个小时 能不能有便当可以吃 但这十七个人 现在都是什么 飞黄腾打 不得了 当时那个情境叫我加入 我也不会加入 一般人嘛 那他们就是异于常人 今天十七个都是不得了 愿意听董事长讲 对不对 六个小时的研讨会 听说董事长讲到什么 流鼻血 还在继续讲 从嘴巴流出来 以为董事长讲到吐血 哪有董事长那么厉害这样子 真的是让人家折服 在座朋友 韩国前三年的爱多美会员 不到三万人 前三年不到三万人 在座新加坡朋友 现在会员多少 七万多人 新加坡六百十一万 你看新加坡也不过六百万人口左右 韩国有近五千万 所以说真的 新加坡市场 你是在打国际杯 你是在打国际赛 或许你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透过聚会 透过会议 你会越来越清楚 明白跟了解 当然这次去很热闹 包括我们新加坡的领袖 包括马来西亚的领袖 台湾的 大家集续在一堂 哇真的是 网路无国界 消费无祖国 世界地球村 当然到韩国听不懂韩语 要透过耳机 记得去韩国要找董事长拍照一下 因为真的可以 当为你家的传家宝 在座朋友 百年难得大商机 穷人翻身的好机会 刚刚讲 负责安逸生活 穷则奋发图强 爱多美就是最佳的平台 这个平台 是让我们真的没有压力 当然你要选择有压力 可不可以 没几个回答 好像大家新加坡人生活太好过了 不太有压力 不太有压力是人之常情 人性 那不太有压力 那当然就完全符合爱多美的条件 加入要不要钱 要不要强迫买东西 需要再买 想要再买 结果一年买一次 红彤彤 参与爱多美 半年一年后发现说 怎么没收入 因为加入不用钱 不要买东西 想到再买 需要再买 结果半年一年下来 没收入 正不正常 当然正常 因为加入不用钱 不要买东西 想要再买 需要再买 当然没钱赚 刷牙洗脸 洗澡洗头 要不要每一天 当然要选择爱多美 那当然你就可以累积点数 要获取利润 就机会大一点 如果你要搞直传销那一套 可不可以 没人回答很大声 当然可以 重点是 你有那个 砰砰 砰砰 砰砰的心脏吗 你要给别人压力 别人会不会给你压力 会耶 一进场30万分 70万分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但是你的朋友 找人要不要30万70万 他也想要啊 重点是 他不懂公司 不懂产品 不懂制度 叫人家 一进场30万70万 就是老鼠会 完了 气馁馁 又跟外面传销一样 那爱多美 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在座朋友 要赚快钱 真的要有本事 要有本钱 30万70万分 要不要钱 当然要 重点是 你的本职学能 学到了吗 对不对 问题 你学到了 你的伙伴 延伸下去 他学到了吗 所以说 不能给压力 那 也不能叫他 需要再买 想要再买 想到再买 那也不行 所以说 最佳的 经营模式 就是记得来 会议 课程 中心体验会 研导会 甚至成功学院 就会把你 跟爱多美的 国际平台 结合紧密一点 好吗 所以说来参与 课程跟会议 就是正确的 方向 所以说 当你的会员 当你的消费者 产生之后 那当然 这个是我们 自己在办集会 哇 就很热络 很热闹 那爱多美 是一个自我 消费的平台 也是全世界第一 也是唯一 不用买跟卖 就可以成就的事业 在座朋友 套一句话 广告词 没有买卖 就没有什么 伤害 真的 没有买卖 真的就 没有伤害 因为过去 船直销 真的 邻居老死 不相往来 邻居 坐过船直销 永远成为仇人 一大堆 因为没事 就叫他买三千五千新币 一万两万新币 当然就会痛恨一辈子 那爱多美 因为没有压力 那爱多美的特色 零零种种 大家看到了 我就不多讲了 爱多美是 助人成功 达成目标 共创美好的 一个大事业 所以助人达成目标 共创美好的 一个大事业 真的 值得你跟你的推荐人 你的上手工作领导者 好好探讨这个机会 真的 很值得来探讨这个机会 所以说 在这个情形 我们知道 透过自我消费 不用去卖东西 卖东西是卖老脸 不管你卖一只牙刷 一块半新币 还是卖一盒黑魔品 都要卖你的老脸 真的 不是因为一块多新币 或是几块的黑魔品 人家就马上买 人家是看着你的面子 去买 那爱多美 不用你去卖 对不对 你吃的 刚刚几个分享者 真的很棒 你吃的很好 很棒 那自然就可以跟周围的什么 亲戚朋友 同学同事 甚至陌生人分享这个机会 那他自然 自己吃的也真的很不错 因为人性都是什么 都是会主动跟别人分享的 主动跟别人分享的 那只要好又便宜 当然就怎么样 就挡不住 那这个就是公司的什么 绝对的条件 绝对的条件 那公司也是因为这样的条件 而存活 壮大起来 所以说真的 真的 百年 难得大商机 那透过 这样的一个机制 我们知道 伙伴间 团队合作 很重要 新加坡跟台湾一样 都不大 交通又是超方便 那这边 是我这几年来的心得 跟大家做个简单的报告 很多人说 到底 你找来的朋友 你要怎么去辅导他 帮忙他 我跟大家报告 真正会做的 你根本不用辅导他 他就跑得比你快 是吗 很多时候在经营的人 都把时间浪费 在做不起来的身上 陪他到处去跑 陪他到处讲 在做朋友 我跟大家报告 最好的方法 就是下一个 再找下一个 中华儿女千千万万 下一个不难 哪有死年的 那个要送货的 要吃货的 黏着他一年两年 你说不好做 黏着他当然不好做 对不对 中华儿女千千万 太多人了 尤其我在台湾看到很多 韩国去台湾的全数都陌生推荐 还有一个台湾的新科 Leader Club的领袖 两个人都上领袖俱乐部 最过分的是什么 给陌生人推荐出来的 那时候我推荐 那时候我推荐多好 那两个领袖俱乐部成员 对不对 都是给陌生人推荐出来的 所以说真的 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就是什么市场 陌生市场嘛 对不对 只要你肯开口 怎么样 生意做不完 跟什么 跟自己沟通 自己跟进会议课程 百分比大概60%啦 你自己要去跟进嘛 对不对 那跟上层领袖 领袖上层阵亡了 那当然是找上上层嘛 再没有就找公司嘛 对不对 公司有系统嘛 比率很高嘛 还有一点 新加坡 台湾一样 环境很小 那跟旁系的伙伴多合作 因为爱多美是良善的事业 那其他剩下5% 你所找的人 真的 用心的跟他相处就好 这个相处的原则就是 从关怀为起点 关怀为起点 就是最好的一个方向 最好的方向 那去年8月 我也来 去了澳大利亚 大洋洲 公司开幕 那我看到 董事长很兴奋 因为开幕我们知道 那个流程嘛 讲多久嘛 那后面还有讲是要讲 董事长就把时间都用完了 因为董事长在澳洲接触到船直销 而且他很兴奋 一直讲一直讲 要把澳洲牛肉引进到 哪里哪里啊 可以看到董事长那种纯真的一面 所以说我每一次跟董事长 只要相处一天我晚上都会做梦 真的 我去年成功学院 三天三个晚上都跟梦到董事长 可能是我明完不灵 这灵魂太灰暗 董事长晚上睡觉还跟我摸摸头 连续上个晚上梦到董事长 那这一次上成功学院 还是要梦到董事长 这个梦很特别 钓到大鱼 那好几个人一起拉 所以说真的要跟董事长多接触 他是一个非常有能量的 你看董事长也是60好几 那我们会后跟新加坡几个领袖 我们有座谈会 我就请问董事长 我说董事长 那这个 这个爱多美 已经成为韩国当地第一名 那你如何 这个带领韩国的直销企业 董事长的企图心很明显 他不只要当韩国直销企业的龙头老大 还要当全世界直销的理事长 当然世界各地分公司都要第一名才有机会 在座的新加坡伙伴们 有没有信心 新加坡将成为未来的第一名的企业 当然会嘛 对不对 当然会嘛 台湾会跑在前面 我跟大家报告 会跑在前面 当然接下来就是新加坡 所以说董事长年纪一大把 哇 他还有信心 领导世界直销协会 那这个意义代表什么 就是良币驱逐劣币 那我也问了董事长 在直销 传销这个领域当中 对不对 那么多的公司都是为自己公司累积财富 那董事长 这些公司你的看法 董事长讲得很简单 他说什么 他说 他希望往后会有五家 十交的传直销公司 跟爱多美一样 但是到现在看不到一家 所以说全世界不缺乏直销公司 每个月都有新的直销公司诞生 但是唯独只有爱多美这家公司 跟别人是完全不一样 完完全全 以消费者做考量 我想刚刚很多会员分享 金油贴簿 真的是可以讲台湾之光 那产品真的很棒 好又便宜 而且很容易跟别人怎么样 做第一列的接触 所以说事业 助人成功的事业 只要快则一两年 慢则三五年 一定会有所累积跟什么 成就 我最大的成就 就是生两个小孩 做爱多美六年 就两个baby 所以说真的 投入你就会赚到 那当然这个过程 一定有它的方程式 这个方程式 简单讲就是 永远离不开会场 相信我 因为离开学校 就离开学习的环境 离开学校 就离开了竞争的对象 所以说 这一条路 最最主要 要让你有所累积 有所成就 的就是 参与会议 参与会议 不难 一个月 更正 一个礼拜 只要你六小时时间开始 就可以成就这个事业 在座的新加坡的朋友 一个礼拜 播出六个小时 参与爱多美的事业 会很困难吗 好像声音不是很大声 一个礼拜六个小时 会有困难吗 我相信不会 六个小时 刚好是三堂课 一个特程两个小时 听懂了 中间的翘除了没 你在一年 两年 三年 五年 你在爱多美 想拥有成就 一个礼拜 三堂课 跑不掉 新加坡 交通 非常的方便 现在中心 也越来越普及 没有不成功的理由 在座朋友 爱多美 我不过短短的 我老婆同学的娘家 渔屋出青 又卖给我这样子 那么很多栋房子 那我们算是 捡到便宜 捡到便宜 所以说 经营爱多美 都可以捡到便宜 是吗 因为买东西就赚到 不是吗 对不对 买东西 就会赚到 所以说 前面有一个 很大的池塘 不敢说湖 跑一圈 刚好是 一两千公尺 跑不掉 后院可以停 二十部车 所以说我小孩 你看那边打仗 所以说 爱多美 真的 可以 治疗健康 也可以治疗贫穷 你知道吗 在座朋友 爱多美的 储放这两铁 百分之九十九 点九有效 第一个有效是什么 健康 绝对有帮助 第二个呢 改善财富 绝对有帮助 我想 绝大部分的人 都希望更健康 绝大部分的人 都需要 财富自由 所以说真的 工作赚钱 没什么了不起 最最重要是 活着赚钱 没什么了不起 等百年之后 挂在墙上 依旧还能赚钱 才是真的了不起 最最重要的 后面一句 可以跟我讲吗 华语的朋友 来 一二三 开始 一个人 成功 没什么了不起 引领一群 平凡人 成功 才是真的了不起 这就是 要不要给自己 一个鼓励的掌声一下 在台湾 我想有参加研讨会的朋友 台湾的研讨会 跟大家不客气的 两点开始 基本上 一点就没有位置了 都是爆棚的 坐到地上 后面满满满的人 真的 真的 那我们知道 爱多美是 真爱灵魂的企业 持续不断的 做公益的活动 我相信新加坡 由Wendy经理在带领 也是一样 因为我们知道 船直销过去 大家的印象不好 尤其新加坡 手得高 那更是 不喜欢接触这一块 那当然要有 软性的 公益性的活动 让我们 作为身边的亲戚朋友 来接触 爱多美是真的 因为百年企业 要长长久久 如果传统直传销 看到人就想吃掉 你怎么会搞这些东西 爱多美是长长久久 所以怎么样 所以真的要参与公益活动 所以要参与公益活动 我们知道 只要爱多美的地方 就有人 只要有人的地方 就是有爱多美 你看到 这张图片 这个老老的 105岁 我的伙伴的妈妈 我这个伙伴 隔壁年长 穿咖啡红的 81岁 一天到晚 在跟我讲说 他要上玫瑰大师 我跟那个 卢长老说什么 我说长老 台湾 冬天的天气 温差挺大的 不要太努力 万一血管堵住 我是赔不起 正常做就可以了 那很给我压力 你知道吗 他跟我讲 这个半个月 他又3000多万业绩 这边才多少 上线多帮忙一点 在座朋友 真的 被伙伴追着跑 感觉好不好 真的很不错 真的 那旁边这个 我的左手边这个 就是二三十年前 我们新加坡蛮熟悉的 心心之我心的小明星 叫做佩佩 老一 不能说老啦 资深一点的 年长一点可能认识他 他是两岸三地的律师 他的马名 我很熟悉 这个就是那个 他叫苏慧伦 佩佩 佩佩 心心之我心的 里面的小佩佩 法律博士 那他创办了这个 孝道协会 我每一年私人 我都会赞助 几万块台币 那个也是一个公益活动 爱多美就是众人的事业 所以说 台湾很多明星 都是我的伙伴 不是我找的 因为我有一个 这个伙伴 那他就找了一堆明星出来 所以说你们看到的影碟 那些明星基本上都是我们的伙伴 所以说真的 明星都在找 退路 在座的相亲伙伴 只要是 没有办法累积的收入 都不值得赞赏 我跟大家报告 只要没办法 有所累积的收入 都不值得赞赏 即使你现在有一万美金 没有办法累积 没有办法持续 都不值得赞赏 那只是短暂的 因为意外跟明天 不晓得谁先到 意外跟明天 那当然我想 从台湾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我想都有这些活动 我小孩子从第一届 用报的到第三届 可以跑了 我们都是每一届参与的 那公司真的都是 持续不断 这个就是爱多美 跟别人很不一样的地方 可以做公益 还可以累积财富 在座朋友 如果有一天 当你快则一年到两年 慢则三年到五年 在爱多美的收入所得 你可以日领月薪 真的很不错 又可以月领年薪 好不好 好像没有听得很清楚 我再讲一次 请益爱多美一年 两年的时间 可以日领月薪 也可以月领年薪 伙伴伙 请跟我讲一次好不好 请益爱多美 快则一到两年 慢则三年到五年 可以日领月薪 月领年薪 想到月领年薪就很兴奋 睡不着 当然我要提醒大家 不是新加坡的月薪 新加坡月薪太高 我们领东南亚月薪也不差 印尼的月薪也不错 对不对 越南的月薪也不错 泰国的月薪也不错 因为击砂成塔 击少成多 爱多美没有暴力 只有一步一脚印 击砂成塔 击少成多 一年一棵树 五年十年成森林 这就是爱多美 所以说 不要跟我一样过去有爆发户的心态 谁都想希望天上从 金块掉下来 不可能嘛 对不对 爱多美产品好又便宜 当然自己用别人用 就有那个连着力 是不是 那彼此之间就可以互相连结 你看到这张 这张图片 请放一下我们后面的工作同仁 这个年长的 也是81岁 自动型销售大师 好消息是 上个月上了钻石 给自己鼓励一下 台湾好像都老人在上 这个就是活到老 学到老 真的 因为 挂在墙上还有收入 你想到你会睡得着吗 彩座朋友真的睡不着 所以说 这个是台湾自动型销售大师 81岁 真的上个月还上钻石 真的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因为自然消费 自然消费的一个魅力 当然自然消费 来参与课程 你就会积极一点 不然的话 加入会员 自然消费在家里就睡着了 很可惜 记得要参与会议跟课程 所以说台湾做了很多公益捐血的活动 我已经千次了 算千次的 这几年来真的持续不断了 那我们自己团队 伙伴 这个是春酒 年终 这个一年三节 派红包 小小 意思意思 对不对 大家真的闹闹 所以说 珍爱灵魂的企业 坚持让消费者过上好日子 在座的朋友们 坚持两个字很重要 公司有所坚持 今天我们才可以安身立命 坐在这边探导爱多美的国际事业版图 因为公司坚持给消费者是怎样 最好的 这个是难得可贵的 因为人都是惯性的动物 很难改变自己的思维 所以说你要一次 三次 五次 十次到会议课程中心 来聆听 而且聆听有时候滑手机 有什么小孩子跑来跑去 所以说要听二十次三十次 绕过一次还要重来重算 在座的朋友还要重来重算 所以说真的 真的 珍爱灵魂 这个招牌不是假的 因为坚持让消费者过上好日子 这个就是爱多美的坚持 有这样的坚持才是我们最佳的什么 保障 才是我们最佳的保障 再来就是丢给时间的嘛 对不对 努力靠个人嘛 大成就交给老天 只要持续不断 我相信快择一两年 慢择三五年 真的会有所累积跟什么 回馈的 因为我们知道 选择外面上班的工作 跟选择爱多美 有很大的不一样 这个最大的不一样 一个是什么 选择外面的工作 就是赚 趴数 上班工作就是赚 趴数嘛 老板主管都会跟你 加薪嘛 新加坡好像待遇不错嘛 一年加个一趴 两趴 三趴 五趴有没有 好像不多 10趴有没有 公司你来开了 倒掉了 不可能 所以说选择上班工作 就是期待主管老板的什么 加薪啊 除非你跟韩国瑜市长 取一个李嘉欣 可能就有加薪的效果 不然的话一般人 你要想加薪是很难的 但是选择敬爱多美 是为自己在增加你的收入的倍数 所以说上班是期待别人给你的 什么 趴数 选择敬爱多美 你自己可以掌握你的收入的什么 倍数 所以说在座的经营伙伴 跟我讲一次好吗 外面工作 你期待的是什么 趴数 敬爱多美 你可以掌握选择什么 倍数 所以在座朋友 为这个十倍 五十倍 一百倍 三百倍 五百倍 甚至一千倍的 收入所得 请问你睡得着吗 你灵魂醒了没 在座朋友 真的睡不着 真的睡不着 所以说 在这样的一个契机 我们知道 公司已经到 全世界 各地区的 发展跟延伸 记得去 记得大家 要去韩国参访 抱抱这 多少钱 来 抱过人不多是吗 十亿韩元 不要拿那个 尊王的照片 你现在当假尊王 你就会当真尊王 是吗 所以说一定要去抱抱这十亿 感觉不一样 不要拿别人的照片 贴上自己的照片 会很兴奋的 会很兴奋的 所以说真的 你能做到的 远比你想象的 还要来得更多 爱多美 就是助人达成目标 共享 美好未来 不要今天因为我 短短的 四五十分钟的讲 或许 对你 内心 有一点涟漪 但是 这个都是短暂的 唯有你自己怎么样 觉醒 梦想 经济 梦想 经济 这个才是 真的让你持续会有 战力的 刚刚提到 爱多美事业很简单 很容易 因为是民生必需品 一步一脚印 积扎成塔 积扫成多 一年一棵树 五年十年成森林 所以说最后 以一首打油诗来跟大家分享 手把清阳擦满田 最后一句叫做 退步 原来是 向前 不要感觉爱多美 很慢 很慢是因为你 叫人家不要买 想到再买 需要再买 当然就很慢 要很快 就像这些领导者 就像这些中心长 就像我们销售大师 钻石大师 多参与会议 课程中心 研导会 系统课程 人才自然出来 多聚会 多来听听 多来磨磨 用用 业绩就会出来 好吗 好 最后祝福大家 爱多美事业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端午吉祥如意 谢谢大家 谢谢